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有回頭去看一下他們的直播 我老實說就是真的沒有大家講的那樣 就是他只是一個對談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知道接收到的資訊是 我本來是8月要去爬山 然後9月也要去爬山 但是因為台風的關係取消 對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有陸續在接算 所謂的一日系列這一塊 那個我就突然在外景的時候 接收到這個訊息 對 你有在去看阿良什麼直播的時候講的話 我有去看啊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還是蠻關心的 所以我們都幾乎都還是會去看一下最近在幹嘛 因為其實剛好也是因為 比如說像大家都現在有什麼演唱會啊 然後像我是因為二把要生了 所以可能所謂的沒趣 只是因為單純他們覺得直播的時間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辦法配合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都是因為都是外景嘛 像那個外景時間就很難配合直播時間 我們就比較難去到那個直播 但是其實一日跟一些那個我們後面都有 陸續在討論的這個節目企劃都有 但是六個人應該還能在合體對不對 六大金剛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啊 因為其實木曜一直給大家有很好的成績 然後其實大家都還是會蠻想要一起做一些事情 對只是因為現在真的就是大家很多事情要忙 對然後我像我自己就是一直在要準備小孩啊幹嘛的 然後但是基本上我都會跟我討論說 如果有給我四五天的時間 我是蠻願意去執行一些蠻不一樣的一日系列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企劃這樣子 那上次到那個假花有報仇嗎 你覺得很委屈嗎 到什麼 假花 節目假花 哦 其實就是我覺得節目播出其實都很清楚 沒有什麼假不假 有就是有沒有就沒有 因為沒有也沒辦法拍 然後從頭到尾其實我們都有錄整個過程 所以其實我們非常的有被唸 可是我們沒有覺得真的很受傷或什麼的 因為我們自己都知道 但是郭哥有說 西藏年班人團再在一次 然後目標是美國 你們也要跟進嗎 你上次說不可能 你也說不可能 太難了我覺得美國太難了啦 對啊我覺得 可是如果郭哥說OK 我願意跟 我也願意跟 郭哥的話我願意跟隨他 對因為 郭哥我覺得他就是 我自己認為就是 要我們兩個都同時認為就是 他應該是MVP吧 對因為他畢竟也是那個旅外的選手 當成金啦成金 對然後 他的體力真的是 他的體力跟決心真的是 讓我們會蠻佩服的這樣子 OK 對 G